《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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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想過當演員 當上我覺得我挺喜歡的 我不管演什麼我都同意 我叫杜松葉 河南洛陽人 68歲 我在北電區表演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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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冷的天 那都不會燙她再喝呀 喝兩酒花髒錢 早晚是病 2018年來北電上學 將近一年的時間 最後四個月 我們排練的是 畢業大戲 話劇 《大雪地》 我在這裡面演的是一個 女醫 叫大翠 反正我心理上是有障碍的 因为跟我搭戏这两个 一个演我老伴 一个演我年轻时候的情人 他们都是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所以说心里就一直迈不过去这个坎 我也是就尽量克服吧 背台词方面是有困难 平常走路上课嘛 我就把这个台词 我就给它抄下来 装到我兜里头 路上也在背 确保在台上准确无误吧 最后我觉得我们演员 还算成功 我退休之前也是一名国家干嘛 退休以后嘛 我就去学系 我们洛阳电视台有个栏目剧 叫《荷罗碎戏》 总导演让我去演 演了以后 那个导演和摄像都给我伸大拇指 哎呀阿姨你太棒了 太给力了 在洛阳电我觉得都是小打小闹哈 没啥意思 2015年我到恒殿去 2018年来北殿上学 就是想来提升一下我自己 现在人家没让我接大戏 让我接我也不敢去 我没那个水平 我们的那个台词课和表演课 都是在这个楼上 那时候我们也在这儿上了 我在那边那个318也上了 第一次来考试 他们就问我 阿姨您来陪姑娘考试的 陪儿子考试的 我说陪我自己考试的 阿姨您自己来考试啊 哎呀我真的没想到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第二天老师就跟我说 我们决定破格录取您 这就是我的结业证书 我毕业了 哈哈哈哈 我在北殿这一年的所有的费用吧 都来自我的技术 刚开始的时候 我皮擦呀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同学 做起来有些难 因为我在家里头 我根本就没锻炼过 后来慢慢慢慢 哎可以了 老师都说 我比有的同学提的还好 我不觉得苦 能来北京学习 能参加毕业大戏 此生遗憾 那两三年 电视剧啊 电影啊 小微电影啊 大小我参演的要一个五六十位吧 村支书的媳妇 婆婆呀 奶奶呀 母亲呀 这些我都演过 圆梦 我演的女一叫梁君 梁君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拖拉机手 她退休的时候 是哈尔滨市农机局的副局长 我觉得演梁君这个角色吧 等于是我本色出演 因为我参加工作以后 也是业务科长 财务科长 总经理 助理 他们都说 哎呀像领导 你看这么一握手 一那个啥像领导 谁呀 杜阿姨 哎 我们来拍摄了 哎呀你们这么早我还没收拾好呢 不好意思来来来来 你好 哎呦你看我这豪华的家 这是原来是两个人住是吧 对原来我还有一个我们同学先搬走了 现在就我一个人 然后我准备走嘛 我有些东西就开始收拾了 像横店那个去当群演也不累 因为什么你群演不是说一天都是那样啊 人家演别的了让你休息了 该你出来了你出来了 你也可以我挺喜欢 他们还说你你去挣了多少钱 我说你别说挣钱 我第一年去我我还赔钱 但是我不是这么算的 我就在家你你也得花钱啊 我出去也是花钱 那能说是赔钱 我是支持的 因为我们都将近七十的人呢 这个这半年的就是爱好什么 就做什么 都说你老了现在应该享福了呀 你现在出去 你看这个再加上说句实在话 因为我老伴嘛 他相对来讲就是工资一直都比较高 我跟着他我也没受过罪 没有这个条件 哎呀反正 有时候想想也是觉得 既然选择了嘛 就坚持 我一定坚持到底